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mberl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首先视频开始之前为大家笼终介绍我身后的这一棵圣诞树 这棵圣诞树是我们在当地的一个超市Target购入的一个圣诞树 这一棵圣诞树超级的便宜 只要80刀1米8的身高 我昨天给他装了这些圣诞树的小球球 真的是非常的有节日的气氛 最近其实买了很多很多就是新的东西 还有是我眼前的这个相机旁边 我是装了一个外接的一个灯 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光线是不是和平常不是很一样 因为今天是一个阴雨天 所以光线很暗 那就拿出来试一下 但这个光呢有一点刺眼 如果视频中我的眼睛有一点睁不开的话 那请大家见谅 好 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进入今天的正题吧 那今天呢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双十一的购物清单 那视频呢主要会分为两个部分 那前半部分呢 是我这一次在双十一准备购入的产品 然后后半部分呢 是我想要推荐给大家 但是我不会购入 因为我已经囤了太多太多的货的一些产品 好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那这一次的视频还是跟往常一样 拿着手机 然后跟大家一个一个过我的淘宝购物车的分享 那首先要说的第一个产品 是我这次趁双十一想要购入的 是Murade家的一个美白淡斑精华礼盒 这个也是我种草很久的一个产品系列吧 就Murade他们家也是非常主打成分的一个品牌 我在之前的618呢 是也是趁打折购入了他们家的一个试黄唇的套装 也是分为眼霜 面霜 还有水的一个套装 那这一个呢 也是我真的是种草很久的 尤其是看安娜阿姨经常推荐Murade家的东西呢 我就一直就是越越欲试 想要试一下 然后Murade的这个牌子呢 也是一个非常注重成分的一个品牌 所以说呢 就想买来试一下 然后除了这个美白淡斑精华之外呢 我还种草了他们家的一个防晒 是SPF50加的一个物理隔离防晒 那我发现呢 澳洲或者是一些国外的电商品台呢 是没有SPF50的这一个防晒霜的 他们一般有的 我记得好像是15还是25的一个防晒 好像只有国内的这个Murade有50加的 我是自己做了一些research之后呢 我发现是真的没有这个50加的 所以趁这一次淘宝有一个双十一的打折 那我就趁机购入了 其实说真的 说一句题外话 我真的没有觉得双十一的优惠有多么的好 而且它很多送 比如说送很多小样呢 也是可能前500名它才送那些小样 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 你送500份这样的小样 我相信我是一定拿不到的 因为我一般都是后知后觉的那一个 我是一定拿不到这前500份的 所以说说实话这个折扣呢 我觉得没有特别好 其实平时的一些折扣 比如说618啊 可能折扣还比双十一要更好 所以说 就理性购物吧 如果真的是趁打折稍微能便宜一点呢 就囤一下货 但没有必要因为双十一真的去买很多不必要的东西 嗯 就是说一句题外话啦 那第二个想要囤货的产品呢 是毛哥平家的一个高光粉糕 这个高光粉糕最近的风筝呢太大了 我觉得各大国主各大平台都在推着一个高光粉糕 这个高光粉糕我记得应该是看深夜许老师的时候种草的这个高光粉糕 觉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说趁这次打折呢 也是够入了 然后顺便还想要买一个毛哥平家的一个睫毛夹 嗯 我其实最近用到好多睫毛夹都觉得不是特别好用 很多都是欧美系品牌的睫毛夹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比较短睫毛系人来说呢 其实作用非常的有限 我觉得并不能把我的睫毛夹的又卷又巧 所以我非常的希望这个我们的国产品牌毛哥平希望它好用 那第三个想要跟大家推荐我这一次想要购入的是欧莱雅的一个小钢笔唇釉 色号呢 是129心动信号 这个是一款亮面唇釉 这一个颜色我真的是种草了非常久的 again 就是我们澳洲这边买不到这个颜色 不知道为什么澳洲这一边的欧莱雅的小钢笔系列 也只有它的亚光系列的就是那个雾面亚光的唇釉 没有它这一个亮面的唇釉 所以说我真的是种草了非常非常久这个129号 这一次也是趁双11呢已经提前付了一个10元的定金 然后原价是125 然后减下来是105的一个价格 我觉得价格也是非常的好 那也是趁这一次双11购入的一个我薪水已久的产品 接下去要说的这一个产品呢 是我最近用到我心目中最好用的 记住是最好用的一个睫毛膏 就是Fascial家的一个睫毛打底和睫毛膏的一个套组 然后我用的一款是黑色的纤长款 它真的太好用了 我在我之前的爱用品里面应该也有分享过 我觉得它比Kate家和Kiss Me啊 CPB啊都要好用 我觉得它比Kate的那个打底膏好用 是好用在它没有像Kate那样容易白色的结块 而且我觉得它纤长和没有苍蝇腿的那个效果 比Kate要更好 然后它的睫毛膏呢也是非常的自然鲜长 就是我觉得是符合亚洲人对于睫毛的一个神美的一个睫毛膏吧 那Fascial也是一个日本的品牌 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应该是日本的品牌 所以说我觉得是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一款睫毛打底和睫毛膏 下面想要买的一个是吃的 是一个拉面说的一个肥肠拉面和焦麻脆脆肉酥拌面 这一个是我昨天被我一个朋友种草的 他说这两个口味的拉面说特别的好吃 然后是真的有肥肠真的有肉酥的这种方便面 所以这一次也是想要趁打折买回来囤一些 我觉得方便面这种东西真的很适合你不知道想要吃什么 或者出去野营啊出去旅行 吃不到就是中国菜的时候呢就可以把直接拿出来吃 我觉得我对这个拉面说也是非常的期待 一定要囤一点试一下 如果有吃过的小伙伴也欢迎蛋默或者留言告诉我 你们觉得他们家的哪个口味好吃 ok下一个想要这次购入的产品呢是哈奇家的一个分泌卸妆乳 那哈奇的这个卸妆乳呢真的已经是名声大告了好多年了 我想要买也好多年了 其实我之前呢买哈奇家是买错了他那一款卸妆产品 我买成了一个卸妆油并不是他鼎鼎有名的卸妆乳 我觉得就没有说到有那么好用吧 但是使用起来也是还ok的那种 所以这一次呢趁他这个双11打折 我也准备去终于把它收入囊中来试一下 然后还有一款哈奇家的我想要试的呢是他的一个防晒乳 STF50这一款也是很多人推荐过的一个防晒乳 据说是非常的好用 所以呢也是趁这一次呢准备给他收入囊中啦 我现在说着说着觉得我不是说不要买很多吗 我为什么又说了这么多 我的天呐 哎真的太可怕了双11太可怕了 ok那下一个说到的是Roman家的一些唇釉 因为我之前是买了一支他的那个08号Rose Dream 太好看了 那个颜色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而且他那个味道很好闻 是那种甜甜的草莓味 然后颜色也是很正的那种非常显元气 显气色显年轻的一个颜色Rose Dream 如果你没有试过的话 建议你去试一下那个颜色 那由于这次用了Roman我觉得非常好用呢 我准备再购入几支他的其他的热门色号 那这一次我放在购物车的色号其实还挺多的 分别是有11号Pink Pumpkin 02号Red Drop 01号Coral Mist 还有16号Corny Soda 14号Berry Short 还有12号安妮雪莉 还有03号Brick River 16号燃烧裸色 04号无花果片 还有17号烤热裸色 就这几支都是我就是看了他的官网小红书之后 然后非常种草的几支颜色 然后可能就深深减减就差不多这几支是我想要试的 买回来之后呢就可以做一个Roman的一个试色 那下一个想要购入的还是一个美妆类的产品 是Makeup Forever家的一个粉饼膏 它这一个我是被Sugi的视频种草的 它拿这一个粉饼膏去遮我们的法令纹 哇!立竿见影的效果 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去买来试一下 也是非常非常的种草 好!那下一个还有一个想要买的美妆类的产品呢 是阿尔滨家的一个产品 其实阿尔滨家的护肤品我其实觉得挺一般的 尤其是它那个健康水 我觉得有一股那种粉末的味道 我自己其实不是很喜欢那一个健康水 但是上次呢他给我送了一个小样 一个就是粉膏粉饼这样一个 它的包装跟Makeup Forever很像 也是带一个那个海绵 它的粉膏和我们传统的粉饼是不一样的 粉饼是很干的那种 它这个粉膏呢就是像那种固态的粉底液的一种状态 然后遮瑕力非常的强 然后我觉得用起来也是非常的保湿 那个小样用完之后 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艳 所以我这一次呢准备回购一个症状来用一下 那接下去我们视频的下半部分呢 就是一些我很推荐大家去购入 但是我暂时不会回购的一些产品 那首先要说的这个第一个呢 也是我在第一次在视频中跟大家介绍 是这个小全程系的一个梳子 我记得我当时购买的时候是399 我看现在双11只要299 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的一个双11的活动 然后这一款是一个电动按摩负离子的梳子 它这一款呢是要装电池的 这里是装两节7号电池 然后这里有一个按钮把它打开之后呢 可以听到它的震动声吗 它是这样的一个钢尺梳 然后这边会有一些冷气流出来 然后每次梳头发的时候呢 这个梳子是非常的冰冰凉凉的那一种 它这个梳子的这个表面梳起来呢 是感觉是能够根根分明的插入我们的头发 然后凉凉的特别的舒服 因为它这个尺梳和尺梳中间的那个空隙 其实是挺大的 所以你能感觉它的每一个这个梳尺都能很好的插进我们的头发里面 然后梳到那个头皮 非常的舒服 下面想要推荐的一个是一个睫毛膏 是这个爱杜莎的睫毛打底 我一般呢是用它来刷下睫毛的 我给大家镜头拉近一点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这个尺梳啊 是非常小小的一个像小梳子一样的 然后每次用它来刷下睫毛的时候 就是可以非常精准的刷到我们的下睫毛 你也可以这样竖着拿这个刷头来刷 就可以非常的精细的作用到我们的下睫毛 这一个睫毛打底膏 我真的非常推荐用来刷下睫毛 然后也是我已经就是团了好几支了 所以就暂时不会回购的一支 但是这一支我真的是一定是不能少的一个睫毛打底膏 下面这三个呢都是我最近有在用的一个防晒产品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 那首先呢是这个Orbis的一个UV Cut 皮肤修饰功能的一个防晒 防晒指数是SPF34 我觉得这一个呢是非常的二合一功能的一个防晒 它又可以当一个皮肤的隔离 起到一个给皮肤修饰的作用 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防晒 如果说你今天不想化妆 但是又想要皮肤比较显气色 修饰一点点皮肤的红穴刺和瑕疵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二合一的产品 那这一个呢也是我平常休息天很常用的一个隔离防晒 第二款想要给大家推荐的防晒呢 是Elly家的一个防晒 它是一个gel质地的一个防晒 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质地 它里面呢是这样白白的 然后它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舒服 是一个非常的好推开 然后完全不黏腻 还非常的保湿的一款防晒 然后它上脸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假白的一款防晒 我现在能感觉到我的皮肤啊是滑滑的被这个防晒霜给 就是滑过很滋润的那一种 然后可以看到啊它现在已经完全的像小水珠一样浮化了 非常非常的舒服 其实是带一点皮肤修饰效果的哈 平时上面我都没注意 但上手背其实还挺明显的 你看我刚上了那么大一坨 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皮肤吸收了 它这一款用完呢是有淡淡的光泽度的 所以说如果你只用这款防晒的话 油皮可能会觉得皮肤的光泽感有一点多 可以再加一个散粉 让那个光泽感可以下去一点 然后这个防晒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原因 是因为首先呢它的防晒指数非常的高 是SPF50加PA4加的一个防晒 在大部分的防晒产品里面 它这个防晒指数其实是挺高了 然后它还能做到这么的轻薄 然后这么的好吸收很滋润 完全不会和我们皮肤后续的化妆品 去打底搓泥的一个产品 所以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也非常推荐每天每天都想用的一个防晒产品 那第三个防晒呢也是我经常会使用到的 ELTA MD的一个Broad Spectrum的防晒 它的防晒指数呢比ELY稍微要弱一点点 这个呢是一个SPF45 Oil Free的一个防晒 那我们也是上手来感受一下这个质地 我这个ELTA MD我也是挤了这样一大坨在我们的手背上 可以看一下它的质地 它这一款呢和刚刚那个ELY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ELY是完全是gel之地的 最后会像小水珠一样乳化 那这一个呢就是完全是像防晒霜的这个cream之地 可以看到它比ELY那一款要更加的在假白一点 所以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推开 不然会有一点假白的现象 可以看一下两只手 这个是更有光泽感水润感 然后这一个呢是更有那种防晒霜涂上脸 有一点点那种假白的那种颜色 然后这一款也是非常的好吸收 比这一款其实更快的吸收 因为它是oil free的这一款ELTA MD的 所以上手呢真的非常快 我都没有稍微搓几下 它已经完全的被吸收了 但是呢上脸会有一点点的黏腻感 真的是一点点不是很多的那一种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应该是更适合油皮到混油皮一点 这个呢可能更适合干皮一点 所以可以根据你的肤质去选择 那这两款我都是非常喜欢它们的一个防晒效果的 那下面要讲到呢是这个My Active的瑜伽服 我自从入了它们家的瑜伽服之后呢 我真的是入了它们家的坑了 太好穿了 我第一件买的呢是它们家的一个蜜桃成的一个小妖精瑜伽裤 就是非常的舒服而且显瘦 然后颜色很鲜的那一种 然后我买的是一个M号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型去看 你看它非常的有延展性 然后呢它的这个质地也是非常的柔软 我穿这一身上传的小红树呢 是大家最喜欢的一套瑜伽服 因为它颜色真的太好看了 是这种很仙女的这种蜜桃成 很活泼的颜色 然后也很显瘦 它这个旁边呢还有两个小口袋 很适合你出去跑步啊 随身拿一个手机或者拿一个卡这样子 那入了这一个之后呢 我又陆续的入了他们家的三件瑜伽服 一个是这个薰衣草籽的颜色的一个运动bra 它是一个前拉链式的 太好穿了 你再也不用这样子脱上去了 尤其是你就是运动完一身汗之后 这瑜伽服好像会就是更紧的更贴在自己身上 然后每一次就是穿脱都非常的不方便 我这个前拉链式的呢 就真的是解决了这方面的困扰 而且我觉得它的瑜伽服 我说真的它真的做的非常的好 它的这个支撑力很够 前面又有胸垫 总的来说就是非常的符合 我们的身材的这个设计 然后它这一个瑜伽服的support 我真的觉得做的非常的好 我其实有的时候买到一些其他的牌子 就比如说耐克这样子的 我觉得它的运动bra 有一些就不是很适合用来做瑜伽 它可能是更适合用来跑步 然后做瑜伽的时候 你经常一度就是一个小时 我很多耐克的运动bra 我会觉得很勒很不舒服 但是My Active就是真的非常的舒服 它配套的呢 我还买了一个另一条 这个铜色系的小腰筋裤 也是跟刚刚那套蜜桃城市一样的款式 也是又显瘦又好看 然后又很鲜鲜的颜色 就这一套配起来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然后我还买了一件这样子薄款的长袖的运动上衣 它这一款呢是那种背后有一点小设计 小心机的一款 我觉得它这个面料呢非常的舒服 然后非常的透气 我觉得这一款呢非常适合春秋冬都可以穿的一款长袖的运动上衣 比如说你刚刚运动完 然后怕着凉 你就这样一套就可以了 真的是三个季节都可以穿的一个运动上衣 贴心的小设计非常的多 它这个袖口还有一个伸大拇指出来的一个地方 就我觉得真的挺好看的 然后面料也很舒服 颜色也很好看 然后背后的小设计也是非常的好看 所以说我觉得My Active呢也是很适合在双十一的时候去购入的 而且呢今天要说到的最后一个双十一的推荐的产品呢 就是Gelato Peak家的睡衣 那我这边有两身一个是冬天款的 还有一个是春秋款的 那我们首先来说这个冬天款的吧 我觉得Gelato Peak家的睡衣质量非常的好 设计也是很可爱 很戳中我的少女心的一个睡衣的款式 看它的颜色呢是非常好看的这种天蓝色 然后前面有一个很可爱的这种小桃子的设计 然后背后也有一个小桃子的设计 就是宽宽松松的 有点像姚丽蓉的这种面料 然后裤子呢也是就是一色的 然后宽宽松松的一个 在家里面就可以配一套来穿 我就穿上呢就觉得自己可爱了五度这样子 然后下一个呢是这个春秋款的一款薄款的睡衣 然后买的是一个这个很可爱的绿色的牛油果的一个设计的这个睡衣 真的是很宽宽松松很舒服 然后下面配套的呢是一个这种格子的裤子 你看这配套你是不是就很想待在家里面 就算在家里也不会无聊的一个居家服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套 OK那今天的视频就结束啦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还是聊样子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点击视频下方的like键 给我一点鼓励 Vision的小伙伴也要记得给我一键三连哦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